县政府建设处28号在收封箱公所举办三场都市通盘检讨公开阅览公厅会 下午场室是进行李渔潭风景特定区的公共设施用地通盘检讨草案说明会 当地居民表示希望在民国62年就已经划入的保护区 可以透过这一次的通盘检讨进行解编 让民众可以修缮旧有住宅也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 日前华林县长许正位来到收封箱进行基层座谈 当时村长提出了都市计划保护区的解编问题 县政府也相当重视 28号特别在收封箱公所文化馆活动中心 进行了三场次的通盘检讨公开阅览公厅会 包括了收封箱长县议员也都到场了解 批判保护区的解编争论顺利解套 这些可以变哪些不能变 要怎么变它定的一个原则 然后呢就要求全省的都市计划 每一个都市计划都必须要去检讨 所以呢这个是全国性 然后每一个都市计划都做检讨 那我们呢花莲县政府 从103年开始就启动这个工作 因为呢是花莲县 每一个都市计划都要检讨 那我也是每一个都市计划都去看 就去检讨 然后呢今天呢是我们在离谈公理科技区这个计划 那我们就前行所有的公共设施用地上面 还是私人的地理该怎么处理 在公关公司的说明之后 民众表示池南村的保护区问题困扰已久 当地居民因保护区的限制都无法进行旧有住宅的修缮 严重影响了池南村的发展以及居民的生活品质 因为这一次的通版检讨简单来说其实历史蛮久的啦 因为应该这个第一次发布这个实施计划的时候是民国62年还是60几年 然后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做用地上的使用或是征收 所以我们蛮困扰的啦 地上有一些地上屋我们根本在设置在机关用地上或是专用区上面 或是保护区上面的房屋我们根本都不能做使用或是做修缮 所以希望如果有看到的话希望可以帮我们解编啦 因为这个解编的话对我们来说我们在于房屋的使用或是土地上使用 才会比较更自由啊 不会受到这个都市计划保护区的影响 由于这一次的通版检讨只是单纯进行公有设施用地的通版检讨草案说明会 对于鲤鱼潭商圈用地的保护区解编问题 这一次都无法进行相关的法令修编 令当地居民感到遗憾 不过建设处建议希望居民能够以申请输出面的方式来送审 让内政部都委会能够了解地方民众的真正诉求 记者林杰授丰采访报道